都没质量呢 它牵扯到的因素有很多 对吧 包括大家你们想 其实你看 最终我们拉出去的球 一个是要旋转 第二个要稳定 第三个要击球质量 对不对 你看这些它都是建立在什么呢 建立在 第一 你击球点的选择 然后你蓄力方式的正确 第三个 你发力方式的正确 其实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 可能你们一句拉球没有质量 它可能涉及到的问题的点 会比较多 好不好 这个手机帮我充个电 那个那边 然后你用你的给我看一下 好吧 纸板横打的训练方法和顺序 纸板横打 纸板横打的训练方法和顺序 其实它是跟这个横拍 它是一样的 其实大家去想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挺好 大家你们看 纸板横打 咱们一开始说白了 它就是直拍的反手 它跟横拍的反手一样 一开始我们要去练什么 大家所说的 练习这个动作的框架 其实对于动作框架呢 我给大家这么一个解释 咱们一开始学的正手弓也好 包括反手弓球也好 大家你们一定会发现 其实这些技术 在比赛当中 它是根本用不出来的 也就相当于我们比赛当中 其实没有这么多机会 包括让我们去以正手弓球的形式 或者反手弓球的形式 去把这个球打出去 那其实我们在比赛 咱们在进台运用到是什么 大家平常练 这是正手弓 那到比赛呢 进台的技术 我们叫正手的快弹 到了稍微退下来一点 这是正手的拉球 那包括其实反手也一样 平常我们刚开始练这个弓球框架 它是撞击 你看在比赛 我们可能在进台用的是什么 是快撕 包括退到中 稍微退下来一点 有反手的拉球 所以说其实 我们一开始 在去练习动作 包括练习攻球的基础 这个过程当中 说白了 是为后续 大家你们去 用摩擦的方式 去击球 进行的一个前期训练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能否去听明白 刚刚小孙 给大家去说的这句话 刚开始的攻球的训练 其实就是为后面的摩擦球 做准备的 所以说 大家你们一开始 在攻球的时候 一定要切记一个点 很多朋友在攻球 最不敢的是什么 最不敢的就是 手指手腕的运用 他最不敢做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手指手腕 大家总觉得 我刚开始固定动作 他不能够用手指手腕 因为他觉得 用上手指手腕呢 你的手腕会搭起来怎么样呢 会特别的活 会特别的不受控制 导致你这个球 就打飞 或者说是打偏 但是大家 你们不要担心 训练训练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 在练习攻球的时候 一是熟练整体的动作 包括身体重心的框架 手上呢 其实就是一个 不停的在熟练自己的 手指手腕的一个运用 那你大家看 我现在在用手腕了嘛 这是直排的横打 用了 包括你看横趴 我用手腕了嘛 现在在练习攻球 也用了 但是我现在这个手腕 它是就是可控 对不对 所以说我到比赛当中 可能中进台的反手呢 我就有啪 快丝 包括正手的中进台呢 我就有快带 包括再退下来点 它就有拉球 所以说呢 大家你们刚开始在 练习这个正手攻 或者反手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不停的去 敢于运用手腕 只不过我们的手指手腕 为什么刚才打球要慢一点啊 就是让我们的手指手腕 通过训练 通过攻球的训练 让我们的手指手腕 更加的可控 你一开始通过 你的攻球的框架 把你的手指手腕 说白了 你的手指手腕 动得就叫有数了 可控了 朋友们 那你是不是后续 在比赛当中 才会运用到 反手的撕 反手的拉 或者正手的进台快带 以及正手的拉球 因为大家想想 拉球的核心是什么 拉球的核心是摩擦球 那摩擦球是怎么摩擦 那不就是靠的是 手指手腕的一个 加速的转动吗 其实我们很多球友 你会发现 包括我今天 也看到我们直播间 包括我们这个球馆 有很多业余球友 他打这个反手攻球 打得太好了 我就给大家看看啊 我就这么打 他能打得和我一样 看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是一样 他开始用拉球的形式 让他去拉了 不会了 不会摩擦球了 为什么 因为他你看 这种所谓攻球的熟练 只是熟练在什么 只是熟练在你的胳膊 你的小臂 你的大臂上 但是他不是熟练在哪呢 他不是熟练在手指手腕的运用上 那所以说 那现在忽然让他去练拉球 他感觉攻球也挺好了 让他去练拉 就感觉跟从零开始的一样 那为什么从零开始 因为你刚开始在练的时候 一点手指手腕不敢用 胎子捏紧了 全靠你的小臂大臂 去收去推 那等你到想要练拉球 开始让你用用手指手腕了 你不会了 因为你还是只会什么 只会所谓的动作 那你光靠动作 你能体会到摩擦吗 根本体会不到 明白吗 所以说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 一定要在攻球当中 体会手指手腕 这开一下 明白吗 那所以说 刚刚这位朋友也说 我从来不练正手腕 或者不练反手腕 首先呢 那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我们正手腕反手腕 它毕竟也是一种熟练度的练习 对不对 那当然说 你如果在正反手攻球的时候 手指手腕都运用不利索 你指望你拉球能够练利索 也不可能 这就又成跨越式的 脱节式的这个训练 也没有意义 所以说呢 这个传统 从攻再到摩擦 再到拉球 这个整体的过程 包括这个训练顺序 从古至今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说呢 大家肯定也要按着这个顺序 去训练 按这个阶段 从攻再到体会摩擦 再到体会自己的腰胯 蹬转 发力 那但是呢 你的手指手腕 是一个不停地在去训练 它的可控度 明白了吗 你能转得可控 你到学拉球 学反手撕 它就快 如果说你一开始 为了所谓的受控 不敢用手指手腕 等你学拉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跟丛林开始学 没啥区别 所以说攻球攻得好 它就拉球学得快 那所以说这个攻得好 是指的什么 不就是手指手腕 练得好吗 手指手腕用得有数了 它学拉球当然快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也是给咱们很多球员 你们在自身去练习拉球 包括练习攻球的时候 主要在去体会什么 练什么 大家这个东西是知道的 你如果说不知道 现在在练它这个内容 主要是在改善什么 体会什么 训练什么 那你整场练下来 你会发现是没太有什么收获 你只会关注有没有打上台 有没有力量 有没有速度 你根本不会关注到 自己手上的感觉 有没有提升 这个就是咱们很多业余求友 因为你没有接触到 这种专业化的系统的训练 这就是大家容易缺失的东西 所以说我趁着这个 刚刚开播的时间呢 给大家简单说了说这个话题 好不好 所以要怎么攻 朋友们你在听什么 所以要怎么攻 所以他就要用于手指手腕 要带着手指手腕 运用手指手腕去攻球 而不是说不用手指手腕 全靠胳膊大臂小臂去送 为了你所谓的稳定 明白吗 小孙刚刚还没有给大家表达清楚吗 反正刚刚说的能够理解的 咱们弹幕上666扣一步 好不好 其实就是攻球说白了 敢于体会手腕 能够让你的手腕从不可控 练的什么 可控 那你再到拉球的时候就很简单 你又知道用手腕 又会用手腕 还有一定运用手腕的基础 你说你学拉球肯定快 你找摩擦的感觉肯定快 明白了吧 能理解是吧 能理解咱们就弹幕上666扣一波吧 好不好 包括呢 大家也给小孙去把这个点赞 去点一点 上一上 然后今天呢 既然说到这个手指手腕了 那我今天呢 再给大家简单的 再去说一说 目前大家在去拉球的时候 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不好 我想问问大家 咱们目前 无论是你反手拉球也好 还是说正手的拉球也好 我们指的拉下学 你感觉自己目前对于拉球的弧线不好的 也就是你很多时候你的这个上台 我学一学啊 这是咱们很多朋友拉球 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 因为今天我就有一个咱们当地的这个球友来这找我上课 他给我示范的拉球 我让他拉一个 他就这么拉的 你说上台了吗 也上台了 但是呢 他的这种上台 是有点拖上台 台上台 那你看看 我给你正确拉一个 我这是怎么上台的 我靠身体的蹬转 重心的转换 还有手指手腕的摩擦 摩上台的 所以说大爷你们现在感觉还找不到摩擦的感觉的 你在弹幕上给小孙扣个有字 你有这个问题的 给小孙扣个有 就是现在正反手拉球当中 对于摩擦的感觉不好 制造旋转的能力不行 也就是你也可能会把这个球下学应付上台 但是更多是可能拖过去 或者抬过去的力 不是摩擦过去的力 而导致很多时候 你拉过去的球啊 就很容易下网 包括很容易就台出界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今天给你们去讲讲摩擦 好不好 我也培训学生的 不管是反手正手 首先这个问题怎么改啊 朋友们 其实拉球当中 其实我们就要学会去制造弧线 因为包括我不知道大家前两天 有没有刷到张继科在直播说的一个视频 说力量是最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摩擦 是旋转 是弧线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这两天在刷视频 有没有看到过 听到过这句话 那其实这句话 其实往往对于咱们业余求友 就要越加的去重视 那很多朋友说 反正东这不力量很大吗 人家多厉害 朋友们 人家的质量 人家的力量 是建立在弧线旋转摩擦之上 这叫锦上添花 明白了吗 所以说弧线旋转 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一点都没错 特别是对于业余求友 因为业余求友 现在你们的问题 不是你的单板的质量不够高 或者说拉的落点不够雕 而是什么呢 你的命中率不行 你的命中率不行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制造旋转 弧线的能力不行 对不对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 怎么去制造弧线 首先第一个 特别是在我们拉下旋当中 大家首先要体会的是什么感觉呢 先要去感受身体重心造弧线 什么叫身体重心造弧线呢 这其实是很多球员拉球的时候 他只注重什么 在触球的过程当中 你手指手腕 包括你小臂的一个内收 或者说反手 这么一个加速的外展 你容易缺失身体的制造弧线能力 包括这个身体 什么叫制造弧线 大家你们发现吗 正手很多球员都一个 拉球身体重心 它沉不下来 你看 我现在给你们拉的 板板拉下旋 我都沉下来去拉 把机球的点 机球的节奏 等下来去拉 但是其实很多球员是怎么拉的呢 你看 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那所以说朋友们 我们第一件事要学的就是要学会压重心 一定要去学会压重心 在压重心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球员出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给你们列举几个例子 第一种 压重心是你身体和手之间 是手带动身体压 我给你们学一学 大家你们仔细去观察 我在下沉这一下的一个顺序 来 大家你们看一看 这个问题在哪 大家你们觉得 刚刚小孙给大家去示范的这个错误的拉球 你们觉得刚刚这个问题在哪 大家你们觉得这个问题在哪 可以在弹幕上打一打 大家你们能够发现我刚刚这个问题吗 我再给你们拉几个 我再用直拍拉几个 你们很明显的会感觉我人根本没有沉下去 包括反手也是一样 我为什么现在沉不下去朋友们 对其实就是手带身体 你最终的结果是重心没下去 但多少个球员是知道要下去 但是你又下不去呢 不是这个问题吗 所以说嘛 就是手带身体 那手带身体为什么下不去 大家看啊 你的手如果说提前去往前下 就会发现你的手其实很快就能把这个胳膊怎么样呢 就撑直了就捶到最直了 其实当你的胳膊捶到最直的时候 人一个正常的本能是什么 你只要把胳膊只要摆好了 捶够了 你会赶紧想去把你收臂的动作 接下来剩下的击球的动作 给他去做完 所以说大家 你们就成了一种 进了球 先下手 手下好了 接着就去击球 但是你会发现 等你手下好的时候 你的身体呢 还没开始下呢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 是手下的多 身体下不了 那你们再去看看正确的胖们 这个是什么 这个下沉是怎么下 我是主动用身体带着手下 身体带手下 跟手带身体下 是完全两个概念 明白吗 所以说你看 手带身体下的 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身体中心下不去 身体制造的弧线的能力就差 所以说很多球 你这个想上台 都是怎么上的呢 你看 就是这样拽上来的 就是拔上来的 因为大家想 因为正常的一个拉球 你们会发现 无论是凡人东也好 任何人也好 他们拉球每个人的发力方向 大致 都是一个向前 向前上方的过程 所以说大家你们会发现 如果只是手带身体下去呢 你在收的是一刻 你直接向前收 会很容易下往 对不对 因为你的身体没有沉下去 身体造的这个弧线 它就不够 所以说你直接前收 它就容易下往 你只能靠怎么样上台的 你只能就这靠 往上拽去上台 你看 你看 其实你看很多球 你所说 我拉球为什么后仰啊 我拉球为什么再往上了 可能你的问题的根源 就是在于你引拍的时候 是手带身体下去 手先伸直 身体后下 就导致什么呢 你会觉得手只要伸直了 手只要放下去了 就可以收了 你会发现你手伸直的时候 你身体才刚动了一点 所以说你拉不好 这是咱们业余球有容易出现的 第一个问题 就是沉下去的先后顺序 是错的 伸下去先后顺序 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朋友们 就是大家你们再去 拉球的时候 这个沉是怎么沉呢 是往右歪着沉 是往右歪着沉 你看 这叫歪肩膀 这种歪肩膀 朋友们 你会发现 你这种一歪 这是往哪歪 是往人的右侧歪 那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种拉球的话 为什么容易丢球呢 你往右歪 你如果说发力 最后一个蹬转 就很容易转成 刚刚小孙给你示范这样 就很容易从右 转到左 这就容易怎么样呢 你就还原就慢了 就算拉上台 还原也慢 那很多学生就想 我最终得往前 那就成这样了 你看 大家看 那这种所谓的往前 感觉拍子会到前面就停住 这又是啥问题呢 那你想 你动作做完了吗 你的摩擦做完了吗 你的力量发完了吗 都没有 因为其实这种所谓的往前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动作 包括你身体的蹬转 给它怎么样了 减少了一半 你是牺牲了一半的力量和摩擦 做出了所谓 动作是向前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所以说你为什么这样会容易失误呢 朋友们 因为你只做了一半 对于你来说 这就是摩擦了一半 你摩擦完底这个样 你蹬转完底这个样 所以说 你做一半 摩擦一半 蹬转一半 劲实了一半 你是不是制造的摩擦弧线 旋转 是不是也就少一半呢 那是不是又有人下网了 大家想想这是第二个问题 对不对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见了球 它为什么沉不下来 刚刚是往右倒 这是一种极端 还有一种什么 俩腿一起沉 来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这感觉 这个两个腿一起沉的朋友 你会发现 你的拉球是很容易漏球的 且你拉过去的球 很容易拉到这种薄皮 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大家看 你两个腿一起蹲 那你会发现 你的这个力量 只是一个单纯的蹲起的过程 只是单纯的蹲起 那这种蹲起的话 你越发力 你就会越往上 包括为什么说 很多球一拉球 容易跳起来 容易脚垫起来 拉完了重心到肩膀上 为什么会到肩膀 你拉完整个人都上去了 都上头顶上去了 请问你下一板 又该怎么还原呢 你如何能够 把你的力量给到对手呢 对手不在顶上 对手在你前面 是不是啊 那所以说朋友们 刚刚这几个典型的 就是我们业余球 在建了球之后 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咱总结一下 倒肩膀的 两腿共同下蹲的 对不对 这就是几个常见的问题 来我想问问大家 刚刚小孙给你们去列举的 列举的这几个问题 大家你们自身确实存在的弹幕上 666扣一波 这个666不是代表大家听懂了 是这几个问题 你知道正好说的是你 正好说你 你自身在拉球 就是这个问题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刚刚这几个呢 是我带过的 所有的成人的学员当中 出现最多的三个问题 一个是手带身体下 一个是什么呢 往右倒肩 还有一个呢 都是直接往下沉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这几个它的一个根本是什么呢 见了球之后 大家的身体 不会做出正确的反应 不会做出正确的反应 来我现在到对面 给你们去拉几个 我教给大家一个训练方法吧 好不好 我教给你们一个训练方法 这个方法能够把 刚刚以上所有问题 统一改掉 统一改掉 首先呢 按理论上来讲 刚刚这几个你看 倒肩 这就是很多教练 包括可能就说 你肩膀得下沉 就容易出现倒肩 有的人说 你重心得下去 它就容易下蹲 有的说 你的拍子得打开 很多时候就是 你看 手带身体 那所以说朋友们 大家要记得 你们无论是想 把拍子 拉开到正确的位置 还是说 你去把你的重心 压到正确的高度 包括说 你的这个上半身的转腰 让到一个比较充分的幅度 那其实全靠什么 全靠这个人的核心 就是跨关节 因为我这个问题 讲过很多遍 但是没有几个球 真的是自己在去 用这个地方去感受 去做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看 拉下旋 比方说正手 它是用右胯 那右胯 我们如何去带动全身呢 大家看 我的右胯 大家记住 往你的后下方 往你的后下方 去让 为什么要找的是后下方 大家看 我直往下的话 这是不是容易歪肩 如果说我没有右胯 去想着去带动压重心 只想 没有右胯的意识 那我是不是就容易量腿啊 对不对 包括很多朋友说 手放哪 手摆到哪里 其实是不是也是 抛开胯关节去弹手呢 那所以说 胯带手 胯带腿 胯带全身 大家你们自己看看 我见了球 只要我的胯关节 是瞄着后下方 去让 那你看能够带来什么 后下方去让 首先 手跟着胯 对不对 手跟着胯 怎么样了 放松了 因为见了球 不用手了 想用胯了 手没事干了 手放松了 第二个 你的胯是往后下方 那往后呢 是不是就会带动于 你身前的机球空间有了 以及你会带动于你的拍子 自然的外展 打开 有了 引拍的幅度 有了 第三个 它是往后下方 那既然这个下 是在哪里 我后边 那我怎么办呢 往后下的时候 是不是胯往后下 会带动腿部的 右腿的下沉 那是不是 我刚刚是不是给大家说 胯带全身 胯肌带腿 胯肌带腰 带上半身 胯还带手 所以说你看看 是不是现在 我只需要见了球 有一个胯 后让 往后下方去让的过程 是不是全解决了 来 这个镜头再帮我往后点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方法呢 大家你们可以去找一个 稍微明显一点的目标物 它放到你哪里呢 就放到你的后下方 就放到你的后下方 我给大家就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搬个凳子 我给大家教这个方法 所有人反馈 特别特别好用 比方说 我这放个凳子 朋友们 通过我的这个余光 我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凳子 大家也能看到 通过余光是可以看到这个凳子的 对不对 这个凳子 其实对在我们眼睛的视角 包括在腰的视角 就哪里 它在我的后下方 你建了球有个什么感觉 你就想着 跨找凳子 你们后边就摆个不高的凳子 这么练就可以 你看啊 建了球 跨找凳子 你知道凳子在哪 跨找凳子 我现在给你们工作一个 这是我正常的腰跨 现在跨找凳子是什么感觉 我的跨是不是在往后 后下找凳子 来大家看看 当我的后下找凳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看我整个身体 右腿踩实了吧 踩实了 上半身的空间让开了吧 让开了 我的拍子的手 我也没可以想 现在手也打开了吧 拉开了吧 引拍也做好了吧 简单吗 朋友们 对不对 后下方你摆个凳子 对吧 我们每一板链 跨找凳子 你看 每一个我想 跨找凳子 现在你哪怕我不去拉这一下 都没关系 你先把这一下感觉找好 跨找凳子 跨找凳子 你看 跨找凳子 那么每一个都是跨找凳子 你会发现你习惯性了 建了球就是后面有个跨找凳子 去拉 那你想想 跨只要找到了凳子 代表什么 腿的重心有了 腿上可以去做蹬转 你身体沉了 这个重心所造的弧线 它不就有了吗 包括带动你的拍子打开 那你拍子的蓄力 包括拍子的放松 是不是就有了 接触球的你的爆发力 是不是也就有了呢 你就不会再出现 拉手也僵 出手也僵硬的 这种匀速发力了吧 包括很多球 很多朋友说 我拉球节奏很快 为什么节奏快 为什么节奏快 朋友们 为什么节奏快 没空间呀 我建了球 我是想着直接击球 当然快 那我现在建了球 我想把赶紧把跨找凳子 这件事给它做好 你做这件事要时间吧 你要时间的时候 球是不是也就等着就下来了 那所以说是不是你把你的拉球的节奏也放慢了呢 对不对 你看 你看看我跨找到凳子的时候 你看球到哪了 是不是也就到了一个所谓的下降期了 你的节奏是不是就能够放慢下来拉了 你就是不是就会能等球了 那大家为什么想等等不了呢 你不做这个 你肯定想赶紧打呀 那建了球我不想赶紧打 我想先做这个 那你看 节奏是不是就等下来了 球是不是就落下来了 你的节奏是不是就好了呢 所以说胯带全身 因为胯 身体的核心既带着腿 又带着手 包括你看看 我这个胯只要往后下是点劲 我无论是腿也好 肩也好 它是不是都会下沉 肩膀就上半身 找你胯上 腿的上边也得长到胯 长着胯 那所以说一个胯再去往后下压 那我是不是肩也下来了 腿也下来了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这个胯关节 它是怎么去找这个凳子 这么找吗 朋友们 不可能 这要撅屁股 我怎么找 让着找 那我让着找 不就带着我的腰 胯也让开了 带着拍子 不也打开了 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朋友们 你觉得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所以说朋友们 我刚刚给大家讲这个胯 再次重申 讲了不止一遍两遍 第二个 用这个方法 你会发现 它能够是带 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因为大家你们看 你歪肩 有让胯吗 没让 对不对 你两个腿下蹲 有让胯吗 没让 见了球 先拉手 有让胯吗 没让 朋友们 你们发现 他们的问题的共通点 都是没让胯吗 那我现在 来 见了球 我让胯了 我怎么 我腿没压吗 也压了 对吧 见了球 往下 后下方去让胯了 肩难道没下来吗 不也下来了吗 对不对 来 我再见了球 我后下胯一让 怎么 我拍子难道没打开吗 你们发现 对不对 朋友们 这不就解决了吗 能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步 是不是 右脚尖找哪个方向 朋友们 不要去纠结这个 你右脚尖 不管冲北冲南冲西天 你舒服即可 千万 这就叫什么 扣字眼了 没必要 你舒服就行 比赛 谁看你脚尖朝哪 你怎么舒服 能使上劲 不就OK了吗 这东西 没有必要去在乎它 没有必要去在乎它 我光想脚尖 你还能想让胯 朋友们 但是我刚说了 只要胯对 全身都对 也就是上到你手 腿 重心 下到你脚尖 它都对 理解了吗 所以说你找脚尖呢 还是找胯呢 一定找胯 我知道他说的意思 朋友们 来 我就 这个朋友就要问的意思 他说 这位朋友问的意思 是脚需不需要去转动 朋友们 来 我现在比方说 我脚尖大致冲钱 来 来发一个 我让胯难 舒服吗 朋友们 你看我这样 让胯舒不舒服 朋友们 不舒服 那我怎么让胯舒服 我把 你看我让胯的时候 一个人为了我自己舒服 我让胯 我的脚尖可能就会这么带过来一点 那不舒服 舒服不就对的吗 你说你纠结脚尖朝哪呢 对不对 你难道你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这样摆着 也不行 你一开始这个样不让呢 也不行 那你不自然不就好了 自然就好 是不是朋友们 对吧 所以说你看 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能理解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你们自己去看 就明白了 很多朋友会说 我见了球 来不及让胯 对不对 来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说 见了球 现在知道让胯的意识 或者说大家 你也知道 见了球 你先想了压重心 你们有没有感觉 你来不及让 有吗 有感觉来不及让胯的 感觉的吗 平常你也在去体会这个让胯 包括让腰的过程当中 或者压重心的过程 感觉是来不及 来不及是吧 来 我给大家两个方法 第一个 让你来不及的 是什么呢 是你这个让胯 没有成为你的一个意识 没有成为你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在比赛当中 和训练当中 大家你们会发现 你训练是一定来得及让胯 对吧 来训练 一 二 训练来得及 为啥比赛来不及 因为比赛大家还要把精力放到哪里 判断 找位置 等等 对吧 移动 那这些东西已经让大家操碎了心 就导致大家 你们就想不起来 还要让胯这件事了 这没有成为你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所以说你定点练习的时候 知道见球让胯 对吧 见球让胯 那你比赛呢 朋友们 我可能说发了球 我还得判断 我还想了移动 我还得还原 我位置都不一定到得了 你还会顾及到让胯吗 顾及不了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 你的让胯 还没有成为你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那你看看我做一个 比如说半点这些随便搓 但你们看 我现在无论怎么拉 我都有让胯的意识 为什么 因为这已经对于我来说 通过训练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让胯目前还是刻意去体会去做 所以说你在比赛当中会觉得来不及 因为比赛不仅是让胯 这一件事 让胯也是知道这个球在哪 你到了位要去拉下旋了 才要做的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大家就是有什么 贴台子贴太近了 大家就想贴台子贴得太近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大家看 很多球友你看啊 就像之前小同学们讲的 无论你在搓了球之后 还是发了球之后 因为想去拉下旋 基本上就我发了个下旋 人家搓过来 或者说人家发球 我搓过去 他再回搓回来 这才会给我们创造这种拉下旋的机会 那所以说嘛 大家你们自己想想 有的时候来不及 可能是因为你上一板的发球 或者上一板的搓球 没还原好 你看咱比方说 我搓一个再去拉一板 很多球是怎么样的 确实没时间让跨 你和球材贴得太近了 上一板没有还原回来 你也就不具备下一板 再能够充分让跨去拉球了 那包括说你发了球去拉 也是一样 你看 你说哪能够来得及让跨呢 都是还原不够 来我现在做一个还原够的 大家去看一看啊 来得及吗 朋友们 你看来得不来得及 来得及吗 来得及 我错完球再去还原一样 现在来得及了吗 现在来得及都来得及了 看到了吗 所以说 我想能够给自己预留 更多的时间进行调节准备 去做出让跨 一是需要成为下意识的反应 第二个 你得给自己多预留点时间吧 你想多预留点时间 是不是小东跟你说 你得先多预留一点空间啊 你和球台有一定的距离了 球来了 你不用直接赶紧打了 有空间去等球了 你是不是才会有时间 去做你的让跨呢 大家想想 如果说你贴台子 我贴那么近 给我发我一个 批我一个 我想让跨我也让不了 朋友们 我再快我也做不了 是不是 那所以说空间不够啊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包括大家你们去看一看 不比不知道 一比下一跳 你们再去仔细观察一下 我搓完球之后 再去拉球的时候 您看看我的脚步 您看我的脚步 我从搓 再到拉球之前 少说我用到了 两到三步的这种碎步 垫步 进行了还原和 让开空间 大家你们仔细看一下 我脚底下 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 包括我发了球 再去抢 你看我的脚底下 朋友们啊 我是不是至少是两到三步 那很多朋友说 为什么来不及 刚刚我能来得及 是靠我这两到三步 给自己争取来的 大家你们没有这两三步 没有给自己争取 这个空间和时间 所以说你们就来不及 但你们可以看一看 我刚刚这些 你们有几个球 大部分的朋友们 这三步 你们是没有做 也没有去做到 那你相当于 你自己明明有这个时间 我通过这两到三步 甚至三到四步的这种碎步 垫步 给自己有一个 更好的还原 和空间位置的调整 为我们下一板的 引拍蓄力 也就是让跨 创造更多的时间 让自己来得及 但是大家没有去 给自己争取这个时间 所以说大家可能是怎么样的 浪费这个时间了 对不对 发了球大家什么问题 站了先看 等球来了 再想仓促的去动脚 对不对 包括你错完 是不是也是一样 错完来看 等球来了 你再仓促的动脚 是不是 那大家你看 同样都是接完球 或者发了球 我去判断对手 我在眼睛判断的时候 我脚底下没闲着 我脚边坐着还原和调节 但是大家是什么呢 发完球你就只看 把那个时间只浪费在判断上 所以说等你判断到球之后 你又要做出脚步调整 甚至脚都来不及做 那哪来的还能有让跨的时间呢 更没有 所以说你看 你有没有把上一板的还原 给自己做好 给自己把时间争取到 所以说时间 很多朋友说海绵里的水挤出来的 所以说乒乓球 你的击球的时间 也是上一板当中 脚底下没闲着 给它争取出来的 这个时间不是人家给你的 明白了吗朋友们 这个时间是自己争取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再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们又直观了 来搓一个拉一个 你看 确实你看很仓促 没有时间让跨 对吧 没有时间准备 那你看我这个呢 我还觉得球还慢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同样都是遇到一个来球 快和慢 是取决于我们做的如何 不是光考虑对手给过来的球 快慢 没事你再给我个快的 快批给我 让他下面快批给我 批事物都不要紧 往死里批我来 我来得及吗朋友们 大家你们去看看 来得及吗 他批这么快 大家你们发现 我的节奏还是能够等一下再拉 你看看 他已经很快了 大家看看 我还是能够等一下来说 是他不够快 还是说我不够慢 是不是朋友们 还原的事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来不及 明白了吗 一个是还没有成为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容易慌乱 第二个 你没有把上一本的还原做好 这两点都做到了 一个是通过训练 能够让你的让胯成为一种拉球之前的肌肉记忆 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反应 这是通过时间的积累出来了 第二个 你上一本的还原得练好 所以说你真正能够把这个胯关节在比赛去用好 建了球 通过判断之后 再知道让胯 所以说大家的训练 当你只要感觉定点的拉球 你能够建了球 充分的把你的胯关节往后下方让开 带动身体的下压和后让 只要能做到了 一定要结合于发球或者搓球 对不对 你要训练变成这样 还原了 调整了 再去拉 包括搓完球 搓完还原调整了 再去拉 你能够把你的移动 判断 同时做好了 还能做到 再去让胯 这个就是大家接下来的训练任务 你练 你得这么练 因为比赛它就是这么比 太累了 明白了吗 朋友们 你们感觉机球点比我快 对不对 那所以说 还不是那个问题吗 我机球点能放慢 是因为我还原的快 我能够等等球 那大家有时候点快 是因为你还没回来呢 球先来了 不是球来的快 是什么 是咱们回来的慢 能理解了吗 朋友们 能理解的朋友们 咱们弹幕上666 给小村扣一波吧 好不好 看起来挺简单 是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话一点没错 但是呢 都得靠练 所以说呢 咱们要 我把训练的方法给大家 实践的方法给大家 大家你们自己去做 就好了 你做着做着 你会发现是很有帮助的 我给你们这些干货朋友们 不是说 白白给你们 去分享的 一定是有用的 但是呢 咱不要求 换来大家什么东西 我觉得换大家 左上角一个 免费的关注 如果说条件 允许给小村 赠送一个粉丝灯牌 这就是小村的一个愿望 你不需要来觉得 我想的好 我买个你什么东西 支持一下 当然你这么做了 我非常感激 这个 当然你们觉得 最起码的 给小村来个灯牌 关注去吧 这个总可以吧 好不好 我觉得没毛病 然后呢 这个是刚刚给大家讲的 这个让胯造弧线 是吧 有了这个让胯 有了这还原 我们胯关节能做好了 其实就能把我们 接球之前的事做好 你身体会压了 身体自然的蹬转 那就是自然的弧线 那我下一步再教大家 那我们手指手腕 手指手腕 这个过程当中的转动 我们手上的摩擦怎么来 行不行 我再给你们讲这个 好不好 打颗粒比较省事 是 好吧 来 那这个时间呢 朋友们 给小村简单 这个一分钟时间 好不好 我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 也是非常精彩的教训 也是给你们输出干货 现在呢 给小村一分钟的时间 这一分钟我要干啥呢 大家你们平常练球 其实我知道你们很注重 每一个动作的细节 特别是 热重于乒乓球的朋友 那所以说越注意细节 很多朋友 你可能买了好用的拍子 但是我今天再给你们 做一个乒乓球的活动 好不好 因为球这个东西 它涉及到圆度 硬度 厚度 以及厚度的均匀程度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 这个球的弹性 品质 以及落台后运动的轨迹 但你们看 为什么大型比赛 都要先挑球 他们在桌子上转 包括我们容易这样 在这去听 去看 包括去捏 为什么 因为这个球 圆度要高 硬度要高 并且它的厚度 不能说这里硬硬都很硬 忽然有个地方 啪 能摁下去了 这种都不行 所以说呢 这些会严重影响落台的轨迹 就会导致很多球上蹦下跳 就成什么呢 来 这个球我捏了 来给我发一个过来 朋友们 就有点类似于什么感觉 朋友们 我给你们接一个 如果说球不圆 夸张一点 就类似于这个 球怎么忽然落下去 怎么忽然蹦起来了 这会影响你动作的 影响你的节奏 好不好 所以说呢 球再贵没贵哪去 别省这个钱 给大家推一个好打的球 这个球是咱们 国货友谊729的 大品牌的三星球 左上角 大家也看到了 这里有ITTF 这个是国际拼联的认证标志 也就是说 这个球的圆度硬度 包括保质期 各个方面 是经过了国际拼联的认可 也就是这个球 是有资格参加 任何一个世界比赛 包括全国比赛的 作为一个比赛用球 同样这个球 也确实是2017年 咱们在中国天津 举办的全运会 当时马龙 凡人东 张继科他们都在 参加的比赛 比赛用球 就是用的这个 来 我也近距离 给你们去拆封一个 对 这个是有凤 这个是有凤球 明白了吗 并且大家要知道 球不要去买三无产品 包括有个主播在搞诈骗 说国家评联认证 朋友们 没有这个东西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买球 要选有国际评联认证的产品 好吧 来 那这个球 给大家做了什么活动 这个球 咱们大家 你们自己去买的话 这一小盒 这三个 网上卖官方企业店 是15块钱一盒 你们看一看 15块钱 这一盒三个 平均一个5块 那咱们 这四个 这四盒 相当于12个球 那就是60 对吧 平均一个5块 好吧 来 咱们今天有需要的 就给大家去上个链接 好吧 这一盒 我今天 59吧不是 来 我再给你们送一盒 相当于给大家做了一个买一送一 具体有多划算 这两个 这两盒球一共24个 24个球 59 平均一个球的话 是在2块4毛钱 2块4 您觉着既做到了国际拼联 咱们包括国货 有一大品牌的品质 质量的一个保障 又做到了非常高的性价比 2块4一个 你告诉我 您去上哪买 真正好用好打 且经过全云会 以及国际拼联认证的 比赛三星球 这个是有奉三星 咱们直播间卖了 真的是快一万盒了 有需要的 抓紧时间拍 好久没推活动 这个球断货断得很厉害 因为在咱们直播间 一天就出去好久 有的时候上百盒 好不好 需要的抓紧时间拍 给你们上了三十单 一号连接已经给你们上好了 59 买一 送一 到手 24个 也就是整整 两大盒 明天给大家 报邮发货 这个球非常好打 我随便给你们去拆一盒 我随便拆一个 我就随便拿一个 好吧 来 随便拿了一个 来我先给你们看一看 这球的圆度 丝滑 丝滑吗 丝滑吗 这个就是圆度 并且大家看 这个就是 红色标的 T29的国际平联 左上角 ITTF的国际平联 认证产品 有需要的抓紧时间拍 这个球好用 好打 本身五块钱一个 也属于一个正常的 好用的一个球的 正常价格 但是咱们做了个买一送一 相当于两块五不到一个 现在给大家 相当于你们现在如果说 网上有的抢了什么 九块九 一盒三个包邮 那平均一个还三块三呢 相当于这一盒 大家也买还来才多少钱 网上买十五 今天给你们做相当于七块多 一盒 好不好 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 一共三十多 一共三十多单 六十多盒 那我一共今天官方给我寄过来了两箱 两箱一共就七十二盒 七十二盒的话 满短满算就是三十六单嘛 一共就三十六单 一单两盒嘛 好吧 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就好了 给你们已经挂到了小黄车 一号链接 不学球 纯粹为了支持小春乐 感谢您的支持 那当然朋友们 这个球是咱们国际拼联的认证球 因为球也是属于一号品 也是属于一号品 有好用的球 便宜的球 这样的话 你有时候坏了 包括不小心踩破丢了 咱也不会心疼 好不好 来 反正你们需要的 直接拍吧 好吧 我就不再说了 继续讲课 现在还有十单 对 一共还有十单 卖的差不多了 这个很快 每次卖都非常快 好吧 可不可以买一盒 可以啊 你跟我说 我给你发一盒就好了 我省一盒球钱 多好 好吧 来继续讲课 那现在呢 就再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再去拉球 这个过程当中 咱手指手腕的一个运用 好不好 来 那咱们先去给大家 做一个错误的 为什么很多球 你说你拉球的时候 感觉这个手指 这个劲儿 它用不出来 也就是比方说 我给大家用 做一个这种 一个手指手腕 摩擦的示范 你看 你看我给你摩擦的 来 这个其实能够难倒很多夜夜球 它做不 感觉它做不到 并且为什么说 我拉球的时候 总是感觉 没有体会到 通过手指手腕的 这个转动的劲儿 正好转到这个球上 给球产生摩擦呢 大家你们看看 你们是不是这么拉的 来 我给你们模仿 很多球这用手腕用不到 你看 来 我到近距离 让大家看看区别 我到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看区别 好吧 先再给你们 做一个正确的 再给你们 做一个正确 能够通过手指手腕 转动 作用到球上的 你看 再来个错误了 给发长一点 给大家看看 我相信大家 你们听声音 也能听出来了吧 你听听我真正摩擦到 球是什么声音 sorry 再听一下 你们再听听刚刚这种拉球 再听听这个 来 我想问问大家 咱们很多球友 有没有说拉球拉出来 就是有 手指手腕转的这个感觉 找不着 用不上 其拉出来的球 全是 噼里啪啦的这种 撞击声会偏多的 这种声音偏多的 好吧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的 咱们弹幕上给小村 扣个友字 对 有凤球 需要的朋友们 转拍 现在还有六单 还有六单 一共就还剩下了12盒 卖完了 这个就每次到了很少 想给你们多卖都卖不了 好吧 有的是吧 来 我现在给你们去看一看 这个什么感觉 我能正确运用到转动的 它是一个 首先第一 它是由外向内的过程 大家看我的拍子 由外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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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错误的 为什么用不着 大家给你们看看错误的 这是什么感觉 这是什么感觉 朋友们 这成一种往前伸 用着手腕再去往前摁 再去往前撞的感觉 对吧 其实所以说 它的一个 可能一开始的核心问题在哪 我的拍子 是想着怎么去通过 以向外的这个方向 进行把这个拍子 给它去打开 顺势打开 但是大家是什么呢 拍头是往下伸 你看 拍头往下伸 听到声音 这撞的 你看我拍头往外打开呢 有没有感觉 这个就是摩擦了 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着 一开始我们的胯关节 是不是也是一个 向后让胯 是不是也是一个 把我们的身体 向外打开的过程 那其实我们的拍头 其实是跟你的整个身体 是一致的 身体带手嘛 所以说你的这个拍子的拍头 也是什么 向外顺势打开 向外顺势打开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最后是向内转着 进行内收 但是如果说我们一开始 朋友们 你的这个拍子 板头是下掉的 你会发现 如果离台子远你拉 你的这种手腕是怎么用 这叫掉腕和提腕的用 你只能这么用 但是朋友们 有的朋友 你也知道这样是往上提示错的 你也知道 我最后得往前给劲 所以说你掉这腕一开始 因为最后又怎么样呢 还得强行往前 你看看 就成了一种什么感 往前撞 往前翻 往前伸 所以说你永远体会不到手指手腕 你看 明白了吧 所以说当你们在一开始 练这个感觉的时候 感觉你的拍子 是张开 向外跟着身体张开 而不是说把你的手刻意的往下垂 或者往下放 你如果说你在拉球的时候 一开始你的板头 就是直接奔着地上去的 板头冲地去的 你永远拉不了摩擦 永远拉不了摩擦 你一定要敢是向外打开 然后最后向里转进来 你看 外 里 你看 外 里 我再做小一点 你看 外 里 外 里 外 里 来 再发一个 你看错误的 掉腕 你要么只能提腕 要么就是往前 往前就成啥了 一翻 看到吧 就是手腕幅度小一点了 泡门 刚刚小孙说的是什么 主要说的是打开的一个方向的问题 打开 这叫向外 掉腕 这叫向下 不是说的幅度的问题 是打开的方向问题 明白吗 泡门 包括这个直拍 泡门 你看一样的 对吧 打开 转动 外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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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体是 由外 向里 也是跟着身体怎么样呢 由后 向前 因为手 是被身体带动 胯 让的时候 就是在往后让 所以说你的这个打开 也会整体是一种 向后打开的感觉 对不对 那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感觉有时候 自己板头 正确 但是感觉也是下沉呢 包括看到小孙身外 有的时候板头不是完全朝外 身为你的胯是往后下方 你有重心的下沉 那不就带着你的板子 最后感觉板头有点下沉吗 但是这个沉是怎么沉 这么个沉法 大家你们沉是怎么沉 这么个沉法 看到这个区别的不同了吗 朋友们 这就是向外打开为主 这个就是向下掉弯为主 所以说掉弯的人 要么拉过来的球没劲 要么拉过来的球没有稳定 对吧 因为你掉弯 你想拉上 只能怎么样 只能去提弯 提弯就是向上 那球肯定没质量 就是这种半高过去球 那你如果说想往前 加质量 你只能去往前 成这样翻弯去撞 你一撞 那不就该丢球了吗 所以说 你看看你手弯拍子 对不对 明白了吗 朋友们 对吧 那包括大家想 刚刚这位朋友问了 为什么我感觉 打也打开了 他最后为什么 收的这一下 还是感觉有撞击呢 大家看看 正确 大家有时候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收了 给你们做一个 大家看看 有这种动作 来 这里大家看不出来 甚至我看都对的 来 我到这个 我到这个镜头 给你们 正面给你们去看看 大家看看问题 很多朋友也觉得打开了 有没有同款的 朋友们 有没有同款问题的 打也打开了 最后 还是撞 打开了 也收臂了 该撞 还是撞 有同款感觉的 有没有同款感觉的 真像是吧 太像了 为什么像 朋友们 刚刚我 大家觉得好像大问题没有 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自身觉得没问题 因为你对于收的这一下 大家主要是想着去收臂 看到了吗 大家想着去收臂 那我想是收什么 我想不是收臂 我想的话是收手腕 也说白了 就收板头 我板头一开始朝外打开了 我最终的目的要 把板头转进来 我板头要转进来 因为我板头转进来了 拍子转 球才会展生摩擦 所以说你看到的 我现在 这个摩擦是什么 是建立在 我是转动手指 这是直拍 转动手指 转 这是横拍 转动手指 带动拍子 也就是转进拍头的同时 带动了小臂的内收 但是如果说 大家你看 你不去想这里怎么转进来 你想啥呢 你想去打开了手腕 然后呢 收小臂 你觉得这是一回事吗 打开的是手腕 收的 你光想小臂 所以说你会发现 光收了小臂 你板头不一定能够收进来 但是如果说 你的板头收进来了呢 你小臂一定也会收进来 我不知道大家能否去理解 小孙刚给大家去 说的这句话 对不对 我再到正面 三块肉晕了 我再到正面给大家去 拉几个 大家你们再去近距离的体会一下 你看 板头转进来了呢 你看这是板头 转进来了 说明我手腕转进来 手腕加速一转 拍子加速一转 摩擦不就有了吗 你发球为什么要加速转动 手指手腕 摩擦不就有了吗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 没想这里 我只想去收臂 打开 收臂 打开 收臂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小臂是收了 你看我的板面是什么呀 板面 恨不得板头都朝上的 你觉得这种板面 都跟台和拖有点像了 它能有摩擦吗 没有 你看它能有摩擦吗 没有 我怎么 你看 有摩擦了吗 有了 有了吗 你看 有了吧 你看再来一个 我再拿直拍 好吧 一样的 你看 如果直拍 你打开 为什么很多朋友打球 我也是之前见到过 一开始压 最后怎么样 最后亮 为什么 绝对咱们直播间有这个问题 这么打球的 先压 后亮 最后板面越来越亮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就是只管收小臂 只想抬弧线 不管转手指手腕吗 问题不就在这个地方吗 你看 这个不就是打开 收 打开 收 你看 打开 收 不是全撞出去的吗 那你看我应该怎么做 你看 打开 收哪里呀 泡门 收手腕 收手指 收板头 转进来了吧 转进来了吧 摩擦有了吧 反手 一个道理 来 大家看 一开始反手是不是也得板头 现在正手板头朝右 反手是不是板头得朝左了 sorry sorry 你看这样呢 转出去了吧 板头转出去了 小臂是不是也跟着出去了 你看是不是板头 那如果说我现在拍头没转 往小臂出去了 往小臂出去了 这是摩擦的吗 撞击的 看到吗 那这里转了 摩擦不就有了吗 哪里的劲儿朋友们 所以说摩擦的核心 旋转的核心是在这儿呢 朋友们 这里 对不对 那你包括发球 如果说我发个左侧选 我只要感觉我的板头 你看啊 只要砸到我肋骨上 球一定很转 肚子大了之后 还有一点挺疼的 是不是很转 那如果说咱举个例子 你板头一开始也打开了 最后干嘛呢 没转进来 咱举个例子 你觉得还会有旋转吗 动作是竟然卷进来了 这里没进来 还会有旋转吗 没有 但是我只要板头转进来了呢 摩擦旋转 有了吧 是不是泡板 所以说你看 这个不就是摩擦的感觉吗 所以说摩擦摩擦 是拍子摩球 所以说摩擦会让球产生旋转 那你就要通过手指头 先让拍子转 球才会转 而不是说让胳膊转 胳膊转 拍子不一定会转 手指头转 你拍子才会真正的转 明白了 所以说你的摩擦感觉要体会 转板头 为什么要说都要用板头摩擦 板头摩擦 不是说用这里去摩擦球 而是说我们板头有一个由外朝内 或者说反手由外朝内 只要把板头转动的力 用上了你的摩擦的力 它就用上了 看 理解了吗 这叫板头的力 这也就叫转动的力 这也就叫摩擦力 来能理解的朋友们 弹幕上666扣一波 好不好 这一点应该能理解吧 朋友们 对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 我跟你们讲的 应该还算是比较透彻 应该还算比较透彻 就相当于 这有很多朋友 你看 干着没错 你看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小臂收了 你看我板头有收吗 朋友们 没收 那我们要想什么 板头收着手腕 带动收臂 板头带收臂 也就是昨天给大家讲的 拍整个条胳膊 前端带后端 你看看 板头 手指 这些过程 带手腕 带小臂 然后再 以胳膊肘为主 前面的这个小臂 手这些 小臂 带动大臂 是不是就是一个这个过程 前端带后端 对吧 那所以说你要优先的是 这里 而不是优先的是 这里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里做完没有用 这里做完 才有用 大家理解这个感觉吗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看 我再给大家拉几个 是不是你看 大家问题 是不是就这样的 感觉动作做完了 这个动作做完 只是你感觉是小臂 或者说你大臂 或者说你腰转弯了 这是大家所谓的转弯 对不对 所以说就很多 会有感觉正常的拉下去 你看啊 什么都做完了 但也体会不到摩擦 没有摩擦吧 加速也只是撞击 那你看我现在 我只用这儿了 我只要这儿弯了 手指手板头 这里转完了 摩擦就有了 这里 摩擦就有了 所以说我说的完 包括有时候宁多物少 在这儿 在这儿 不在这里 理解了吗 朋友们 大家 希望你们刚刚给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 很多球友可能真的比较容易 偿饭的问题吧 对不对 觉得是比较容易偿饭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平常多琢磨琢磨 多体会体会 好不好 把这一段剪辑成视频 可以吗 可以啊 我 我不有个这个 我的小号 大概有15万粉丝 我是不是 我不是也是在剪辑 我每天的直播的一些录屏吗 对不对 直横拍这个是一模一样 这个跑不了的 朋友们 放心吧 好不好 能理解是吧 所以说呢 大家要注意 这是能否产生摩擦 所以说有时候你光把动作做完了 但是这里最核心的东西没用 它跟摩擦没关系 因为什么 你小臂 你又不是说用小臂上面绑 这里绑了个拍子去打球 谁绑住拍子 是手指头把拍子绑住 所以说你想让拍子转 你手指头带它转 好不好 越来越理解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牛 哎呦 这朋友11级灯盘 好粉了 那所以说其实你看 大家其实就是一个听得越多 越重复 再加上自己练 其实自己对于球的认知 理解越来越深了 感受越来越深了 其实你看 可能很多秀 关注我老粉 你说你半年前听我讲这个内容 跟你听了半年之后 再到今天你练了半年 你再听一遍 你觉得他的理解能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还是得多练 好不好 这是你最近正在解决的问题 是吧 今天误通了 那我觉得能给大家讲到这个分上 就非常好 好不好 能理解就好 摸摸哒 我不给你摸回去 给我摸摸哒 好吧 谢谢 理解不一样了 对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乒乓球 其实就是在于重复 为什么呢 枯燥呢 就是每天练 和他练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的进步是一点点 长时间的积累 那不可能短期 一个急于求成 做不好 好不好 这个就是给大家刚刚说的这些 然后呢 泡门 这个剩下 理解 总算理解了 是吧 剩下的时间泡门 这个袜子啊 反正我们给大家今天简单推一下 因为这几天 这个这一款马上就卖完了 马上就卖完了 也就是官方给大家赠送的这个黑色 马上就完了 今天呢 预计我估计按照正常每一次的销售数量 大概三次左右 这个袜子就全部卖完 来 今天朋友多 给大家再稍微推一推 介绍介绍 这个袜子是很适合咱们爱运动的朋友 特别是爱打乒乓球的朋友 适合在打球的时候 去穿的一个袜子 来 给你们去看一看 这个袜子是咱们国货有1729的一个毛巾底的毛巾袜 来 这个袜子呢 第一 给你们看看它的用料 这个底下的用料 这才叫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没有这种毛线球 看了吗 它真的还稀罕 不臭脚 那很多就说 哎呀 这种袜子夏天不适合穿吧 朋友们 咱平常没事的时候穿拖鞋 会穿短袜 穿薄一点的袜子 但是打球的时候 一定要去穿毛巾底 你看看 无论春夏秋冬 马龙凡人冬 他们的鞋子不会说冬天长袜 厚的 这个夏天短袜薄的 对不对 他们可能平常出门玩一玩 可以 但打球一定要穿这种的 越夏天越容易出汗 越需要更加吸汗 耐磨的袜子 好不好 并且这个袜子呢 它的这个表面 做了非常好的这种透气感 非常的舒服 你看 多透气啊 对吧 并且这个袜子弹性呢 又非常的好 包括这个袜子 朋友们 我今天穿的是这个吧 是的 害怕 来朋友们 你看我自己其实在穿的 也是这个袜子 所以说真的很舒服 并且穿起来一点都不热 好吧 需要的朋友 这个袜子呢 给你们去看一看 并且它这个底下 做了一个额外的这个圈 是干啥 这一块料 更稍微厚一点 更加稀罕 更耐磨 因为咱们乒乓球 包括羽毛球 它大部分运动 它都是以脚前掌的抓地为主 所以说呢 这个也算是一个乒乓球 以及体育训练的功能 好吧 来 需要的朋友们 这个袜子挺贵 49块钱一双 这个袜子的品质确实高 这个我没话说 因为我之前买什么 某克 某迪达斯 这些大品牌 买买也得 三四十块钱一双 并且品质也就那样 反正需要的话 这个袜子给大家做的是 五十九块九 两双白色 然后官方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 一模一样的黑色 给大家再送两双 就相当于咱们今天 四十九一双袜子 给你们做的是五十九块九 发四双 到手的话是两双白色 再加两双黑色 共计四双 好不好 平均一双 十块钱多点 明天给大家包邮发货 有需要的 直接去拍 好不好 基本上三次就差不多卖完了 如果说之前 没有买过这个袜子的朋友们 真的建议你们去拍一下 包括咱们直播间 以前买过这个袜子的球友 你们觉得舒服吗 舒服的 弹幕上给小三打一波舒服 好不好 因为这个袜子 是咱们今年的新款 也差不多马上就卖完了 五十九块九 到手四双 你看现在也卖了 一千零三十八单 一单四双 也卖了五千双了 朋友们 半年卖了五千双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很多老粉 新粉都是拍的 很多跟小村建立的信任 就是从这一双袜子 开始做起来 没有拍过的 一定去拍个 五十九块九 四双 这个袜子 会颠覆很多球友对 袜子的一个认知 您甚至都可以 拿着这个袜子 走到你们当地的商场 去到这种 所谓大品牌的店铺 您就对比对比这个价格 您看看 是您现在活动 十五块钱一双 划算 还是说您看看那些 所谓大品牌 四五三四十四五十 并且你会对比对比 你也知道 这个四十 标四十九块钱一双 好像也不贵 因为你会发现 它那些三四十的质量 根本不如这个 好不好 需要自己拍 因为我自己在穿 我穿的这些袜子 就是有时候 给大家展示的样品 展示的旧了 我就自己拿去穿了 我一年不带袜子 从夏天到冬天 都穿这个 需要的自己拍 好不好 我把我觉得 亲身经历 去了好的东西 我推荐给你们 反正喜欢的朋友呢 你们自己去拍一拍 并且这个马术 朋友们 大家不用担心 它是一个 三十七 到四十四马的军马 这个袜子的弹性 大家看 可以当单拱 非常有弹性 所以说呢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袜子的马术 如果说 你可能是三五 三六 优着点 或者说 你可能四六 四七的脚 优着点 但是正常 大的话 四四 甚至四五 都没有问题 小的话 三七 三八 都没有问题 好不好 需要的朋友们 直接拍 正好咱们官方 它有这个活动 官方自己承担了 两双的这个成本 然后作为赠品的 让小孙去转赠给 每一个下单这个袜子的朋友 能够让大家一分钱不多花 在这个活动的基础上 再额外多个两双 好吧 官方送的是黑的 因为我一开始 我是从小到来只穿白色的袜子 穿的多 然后呢 官方也说 也很多秀也想要黑的 觉得黑色还反而更耐脏呢 所以说 言官方说 送给大家呗 对不对 那所以说 就到手四双袜子 那我确实划算 好不好 包括每一个 都有独立的 这个包装袋 并且你会到手看看 这个袋子 质量都很好 拉都拉不快 真的是这样 需要的自己拍就好 OK朋友们 那我就不再给大家 啰嗦了 因为这些都是福利产品 朋友们 说白了就是给咱们直播间 做做人气 跑跑单量 跑跑流量 好不好 你都拍了一个月了 穿着确实舒服 嘎嘎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袜子 一定物有所知 物潮所知 是吧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给大家去用 去骗大家 因为这个东西 一穿到 一穿上脚 你一穿 你就立马就知道了 是吧 咱们有的可能摸不清楚 这拍子好不好打 谁还不知道 这个袜子穿着舒服舒服了 对不对 舒服 它就是舒服 不舒服就不舒服 一点招都没有 好不好 我就不再多说了 只能 这个没有办法 都是白色 因为本身这个黑色 就官方送的 所以说 只有两白 加两黑 因为这个人 我自己要了白 官方送了我黑 你说我最后 都给大家发了白色 我自己留下一堆黑色 那相当于 官方送给我的 我都没送出去 我光把自己进的 卖给大家了 你说 这样是不是 也不太地道 对不对 好吧 我这个大家理解 就是两黑两白 对 它防滑也不臭小 真的是这样 但是一个月 不洗呢 不行 那你正常洗 好吧 来 那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这个袜子 朋友们 你们有需要自己去拍 好吧 然后呢 剩下的时间 我再给大家就是简单 聊一会儿这个拍子 好不好 我再给大家 稍微介绍这套球拍 然后呢 这个拍子啊 给大家推荐推荐 这是今天给大家 再去讲技术 使用的这款底板 因为前几天 做了很多天的纯木了 也卖断货了 对吧 今天呢 再给大家推一推 探速底板 那其实呢 我给你们推探速底板呢 也是首先建立在 咱们夜月号指的 一个必须点 就是它首先 对于咱们夜月球来说 探速底板 我希望是能够 建立在稳定 且适合大家去练球 积累培养手感 还能够通过探速 提升我们机球的质量 也就是打球的威力 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 而不是说 我只管是探速啊 大家控制不了 一点手感都没有 只有一个弹 只有一个快 那拍子 我是打死不会推 好吧 所以说呢 这个球拍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咱们国货品牌 国货友谊729 也是咱们1972年 第一个生产年性胶皮的 发明者 创造者的品牌 给大家做的这款板 叫729 国特制 T-01 729的金标 这款拍子 它是2020年 开发上市的 一直从20年 21年 22年 它都是729的天花板 并且这个拍子 小孙在20年底 刚签约729的时候 一直到22年 也以790一套的价格 咱们卖了一万多套 那所以说呢 这个拍子 得到了大家一个广泛的认可 但是由于这个 在过段时间 它这个拍把这个饼啊 就要换了 换了之后呢 就相当于换了个款 所以说 它的这个 趁着这个机会呢 让大家逮一波 换款之前的 好羊毛 因为我觉得 这个拍子挺好看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拍子 第一 它是七层内置碳素 阿尤斯的利材 大芯 淋巴的面材 黄方碳 也就是马龙 他们用的 968地板的 通结构 听听声音 这是横拍 再听听直拍 横拍平均 89到93之间 直拍平均 平均在84到87之间 这也是算是一个 比较适合内置碳素 用的一个黄金重量 那这个拍子主要特点是什么 第一个 内置底板 碳素层靠里 靠内 所以说这款底板 优先会大 更部分的接触到木头 所以说 您在控制 摩擦 搓球 发球 更好地体会到 一种接近于 纯木的控制 和摩擦的手感 第二个 碳素黄方碳 软弹 并且这款底板 相比于968 你会发现 它的面材 它都是黄色 而不是那种乳白色 所以说这种就是 放的时间长的木头 老淋巴 老黄木 放的时间越长 面材越柔 越吃球 越好摩擦 也越好打透 并且这个碳素 也是针对于 叶月球有一个 特殊的调制 就是不要那么硬 你听听 它在保留了 比较扎实的声音 且是比较脆弹软弹 所以说每个球友 都能够去打透 且内置碳素 发了力之后 它的底劲 质量 包括中眼台 底劲会特别足 反正你们有需要的 这个拍子 先给大家上个六单 这个底板呢 大家你们在网上去买的话 现在是七百几 七百一 那七百一的话 是买到手 是一只光板 一只光板 今天咱们大家有需要的 光板 我再给大家 再配两张套胶 这两张套胶 是咱们直播间 也是卖了一千家的 七二九的 这个是金板的虎威特注 这个套胶 是今年 从可能从今年后半年开始 慢慢要顶替奔腾 也是咱们七二九新款的一个套胶 给你们拆封 正手 这是反手 正手 是黑色 粘性蓝海绵 来给大家看看 这是咱们的虎威套胶 粘性套胶 黑色 三十九度 二点一的厚度 不用灌油 不用灌焦 这个是跟你们买的金板 国套奔腾 同层的海绵心 非常好打 来反手呢 也是配的粘性 因为内置适合粘性会比较多 粘性套胶 海绵呢 是这个内能海绵 也是菊海绵 二点一的厚度 三十七的硬度 打反手的 两张套胶 咱们 直接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之后 我再给大家配送一个拍套 一个七二九名贵系列的 方合拍套 里面再给大家配 一盒三星球 一瓶无机胶水 然后呢 两张胶皮的护膜 再给大家带两条拍子的护边 再给大家带一个打磨棒 加上这个拍套 也就是拍套 拍子 两张胶皮 胶皮的话 默认会帮大家贴好 一盒三星球 一瓶胶水 两条护边 两张护膜 加个打磨棒 所有东西 刚才大家也看了 光板价格是 七百一 再给大家确认一遍 光板价格七百一 反正你们有需要的 我帮大家默认 胶皮全粘好 不需要贴的下单备注 一整套 我给大家做一个 四百九十九的价格 好不好 四九九 底板正反手胶皮 加拍套 全给你们粘好 然后明天就给大家包邮 发货 指今天限量十单 只给大家限量十单 因为我们给大家 能够去粘这个拍子的 这几天的时间 每天就限量十单 有需要的 这十单 客服 给大家上好 我们呢 给大家做一个 现场的粘贴 好不好 并且粘贴好 是什么样呢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就是我粘贴好之后的 横拍 也是大家默认收到手 我可以帮你们贴到的 一个状态 正手是黑色 反手是红色 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 这个侧面的切割 侧面切割 结构中间是 阿尤斯的利财大心 两层黄方碳 然后淋巴的面材 968 马龙通款的968 结构 然后再给你们看看直拍 看一下 这个就是收到手直拍的状态 正手留意纸 反手贴满 最关键的 大家听听声音怎么样 可以吧 这是贴好胶皮的 来 我再给你们听听直拍的 再给大家听听直拍的 好吧 好吧 我拿我自己的拍子来 这个是我今天给大家直播 我自己那块 这块底板 我告诉大家 你们看用的这么脏 这款底板是我当时 刚签约729 我当时21年的板 2021年的拍子 到现在你们听听 还很好打 并且我说这个内置底板 有好不好打透 我先给你们颠颠球 再给大家打两个 很多朋友担心 你这个内置很多夜球 我力量小打不动 怎么办 您听听能不能打得透 我就中小力量 您听听是不是板板打透 你们大家自己去听一听 感受一下 我现在就这点力 就一个正手攻球的力量 板板打透了吗 来再给大家听听反手 你听能不能板板打透 它对于发力的门槛 其实要求不高 所以说这是一款 很适合咱们业余球友 既要保留纯木底板 给你带来那种控制稳定 以及好摩擦 好练球的这种手感 并且这款内置 又是适合大家 能够做到业余爱好者 也能够打得透 好发尚力 能够通过内置地板 带来更高的机球质量 所以说这也是我推荐它的原因 再结合于马上这个饼就要换款 趁着咱们最后的这段时间 给大家耗了一波羊毛 790的光板 现在也是优惠后 700亿的光板 今天给大家带上两张套胶 全给你们粘好一整套 才499 这499 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说是1000元左右预算的朋友 和500元左右预算的朋友 一定要去排这一套 因为你看1000元左右预算 本身这就是官方鞋链链 明码标价就是1000块钱的底板和胶皮的配置 那这一套1000 那同样的1000块产品 你用499买的 省了一半 那如果说你原本只有500元的预算 那你本身可能就是只能搭一个 两三百左右的底板 再配两张大几十块钱的套胶 那你想想 您现在用这一整套 花不花好算 对不对 所以说预算100的 吃不消 预算不够 预算3000的 看不上 但是我觉得对于业约好者 这一整套 特别是在500到1000左右预算的朋友 这一整套给你带来的这种回馈感受 确确实实是 是一个简陋的品质 简陋的价格 好不好 你们有需要的朋友们 大家小黄车一号链接呢 你们可以直接去拍 你们可以直接去拍 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重量的话 横板 横板的平均重量 光板大概在89到93 全贴好大概190多克 然后直拍的话 裸板大概在85到88 全粘好一整 大概180多克 好不好 来 现在呢 剩下的时间 我给大家呢 把这个球盘 我给你们在现场打几个 好不好 我给大家去现场打几个 帮我收一下 现在让大家 你们去自己去感受感受 我们这块拍子 在击球之后的这个感受 包括击球后的这个声音怎么样 我让大家咱们现场去体会体会 好不好 来 今天刚刚你看啊 一开始不是给大家去讲的这个摩擦吗 对不对 来那我现在既有摩擦 既有发力 让大家也算是感受感受 这个拍子拉出去球的一种声音啊 底劲啊 包括控制 也算是边给大家试打着 边给大家讲解讲解 那这个拍子大家你们首先去看第一个 控制会比较稳 sorry sorry 控制会比较稳 手上会很柔 因为你在不发力 这个球的力量是触及不到里边的碳速 包括你们在去有时候练发球的时候 你看 你练摩擦 你不用感觉到这种拍子是碳速底板 跟唇部很像 包括有时候你再去拉这个小高调 练这个摩擦 sorry sorry 虎线挂得很稳 吃球会吃得很深 它能够很好地延长你的球 在你拍子上的一个摩擦停留的时间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大家你们最大一点发力的问题 那我现在就用三分力给你们拉个下去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打到板子上的声音 把那个架子往旁中间拉点 好吧 我先给你们拉几个 大家你们一定要注意听 我的板子拉到这个球上的声音 你们看这三分力能不能打得透 大家感受 小孙没使劲吧 使没使劲大家看得出来 但是打没打透 且这个球有没有拉到底线 能不能走的 总的动球 大家都能看得这样 也听得着 那我要发点力呢 朋友们 你看看这就是内置在你稍微发耳力之后 它的质量就出来了 你看 它的后劲就来了 明白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呢 咱们需要的喜欢的朋友们 小黄车一号链接 你们大家自己去拍 好不好 然后呢 我在这个近距离的和大家这个交流互动一下 好吧 你们需要自己去拍 对不对 因为只有给大家去打呢 大家才能对于这个拍子啊 各种感受 你是有体会的 对不对 这样你有体会了之后 你对于这个拍子的感觉 性能 你才能够知道 这个拍子到底适不适合你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直拍横拍都有 你们需要的泡门 直接去拍 就可以了 那外置暂时没有 好吧 外置暂时没有 这块板我只有内置的 好吧 你们有需要的话 小黄车一号链接 大家自己去下单就行 然后并且大家下单好 付款成功之后 弹幕上给小孙打个一拍 好吧 弹幕上给小孙打个一拍 搓球可以用力吗 当然可以啊 好吧 并且大家不用担心什么搓球冒高 发力乱飞 以及拉不动的感觉 好吧 需要的泡门 大家自行下单 就可以了 好吧 499 对499的话是 底板连带正反手套胶 全给你们去 粘好 做好 一整套 好不好 来你看 这个是刚刚 我们下单的 我们下单的 小战